圆顿螳螂和郭郭彼此拥抱 他们一起玩耍 小心翼翼地靠近 轻轻地抬头仰望 眼里也只有彼此 当然也不免有小打小闹 大家好,我是康康 看了开头,大家应该都清楚 这是圆顿螳螂还有铁皮郭郭的故事 他们在慢慢地靠近 用触角去感知对方 郭郭试探性地咬了一口 螳螂没有动 当然,螳螂也有主动进攻郭郭的时候 我们近距离地看一下螳螂 非常的漂亮,有霸气 然后看一下郭郭 还是那个浓眉大眼 圆顿螳螂在康康之前的视频中 出现过很多次 当他想攻击或者防御的时候 就会竖起他的捕捉族 郭郭转身 然后螳螂发现了他 锅锅继续向螳螂靠近 螳螂直接抓住了锅锅 双方在打斗 彼此都在撕咬 也看不清楚谁在占上风 我们靠近看一下 双方发现彼此不好惹 暂时分开 螳螂嘴里还叼着锅锅的腿在啃 然后他们又打到了一起 螳螂再咬锅锅的一只脚 然后直接咬断 螳螂虽然摁住了锅锅 但是他们的口气相比 锅锅的口气比螳螂大多了 所以螳螂也不敢太过冒险 因为一不小心锅锅就会反杀他 螳螂想去咬锅锅 但是又不能正面硬钢 锅锅此时张着大嘴 随时准备反击 螳螂只能聚咬一些触角之类的东西 锅锅在挣扎 翻过身来 直接咬住了螳螂的腿 螳螂的捕捉族被锅锅狠狠地咬住 锅锅的力量很强 我不知道螳螂的腿会不会断 螳螂挣扎开 放弃了捕捉族 开始去咬锅锅的肚子 锅锅再咬螳螂的捕捉族 而螳螂再咬锅锅的腹部 此时锅锅的腹部被咬穿 而螳螂的捕捉族也伤痕累累 但终究是螳螂占据了上风 螳螂继续在撕咬锅锅的腿 锅锅虽然在挣扎 但是幅度很小 而此时螳螂也开启了进食模式 螳螂吃了一会儿之后 康康把螳螂放回他的饲养盒 此时的螳螂倒掉在饲养盒里 两只捕捉族抓住了锅锅 然后嘴巴开始啃 锅锅此时已经不怎么动了 饲养盒的下方是给螳螂准备的绿植 大家好 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